李宇童不得不说的那点事 依旧在货热联载中 随着剧情的不断更新 薛志谦方面没有半点回 要错过了危机公关的黄奸24小时 敢讲也没啥再怕的了 李宇童则是按部就班的 遵守着每日以报的节奏 只不过昨天她放出良心发现 没有再在深夜搞事 而是在中午发微博 又爆出薛志谦一记猛料 这次更新的主要内容是 薛志谦2013年在泰国出车祸的新闻 她表示当时薛志谦 骑着摩托车带着她 翻车之后两个人都受了伤 而薛志谦当时的第一反应 就给警察人打电话 让对方赶快报道 她在泰国出车祸的新闻 并且还有意隐门 李宇童也一起受伤的事情 在采访中还说成是坐蹦蹦车 我想去坐坐看 泰国里面的蹦蹦车 是我记忆的 然后我们的团队就都跟我去做 不得不说你离千斤的反应 真是比这次快多了 然而不仅新闻报道得跟上 微博也不能少 但李宇童表示在薛志谦 放出的伤势突裂 有一张是李宇童的膝盖 被此胎晒出了 自己腿上的疤痕形状 最对比 其实后来在参加综艺的时候 薛志谦也提到过 这次车祸的后遗症 后来还有什么后遗症吗 后来我就红了 来吧 这句来自官方本人的flag 如今已经高高力气了 网友们一边感叹着 薛志谦果然是抓马片 一边对李宇童 挤牙高死的爆料 方式不太满意 那我们最想知道的 还真的两千万的来龙去脉 和转上证据 但李宇童昨天这番爆料 不是没有原因的 一切还得归功于这位千友 在前天疯狂暗示李宇童 质问他天天在泰国 出车祸的时候 你在哪 慢慢没想到 昨天就被蒸主甩了一点腿 简直是求垂得垂的 锦底女孩本人了 可是戏多的还不止这一位 还有一位千友 为idol撰写古风美文 把薛志谦 逼做他们的王 什么王啊 陨落了 若你们信我 我一定凯旋 这样的好词好句 可以供粉丝们集体摘潮 然而这边不离不弃 生死相依 那边也有犯人醒悟 心碎脱饭的 用锤子砸签字灯牌 这就是很虐的啊 必须有王尔评论 手下刘青 提议可以当二手 卖给于谦的粉丝 什么 于谦粉丝 措手不及一脸懵 刘青粉丝 瑟瑟发抖 生怕轮到自己 学妹真的建议 付出心情的粉丝 可以先挺手歇歇 不然你的千千 可能还没被舆论真华 就先